又到周末了啊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周发生的 美股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那我们还是第一件事先关注我们的教育 教培股吧 看几个新闻啊 比较 嵌入眼帘的就是扫黄打飞办加入打击校外培训啊 这个补课和蔓延成同级啊 这个这个新闻是这样的 随着双减政策正式出台 整个教培行业彻底凉凉 那么安徽一教师在别墅补课遭现场查处 湖北多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活动 那么就连扫黄打飞办也参与进来啊 那么近日湖北省扫黄打飞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 说为深入开展护苗2021专项行动 有效规范教培机构的办学行为 营造祥和安全稳定的青少年学生暑期 假日文化环境 那么湖北多地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文化市场专项整治活动 扫黄打飞活动 这个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打打打 整治活动啊 这个这个 好我们再看啊 那个在双减意见下 双减意见那么是现在是正式下发啊 其实就是说 其实当时我记得新东方啊 好未来跌到新东方跌到大概八块九块钱的时候吧 那个就是呃政策还不明朗吧 主要是大家还觉得可能当时我看很多讨论说什么 嗯就什么就是呃呃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暑期啊 什么的啊这个政策啊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基本上实锤了 那么也没什么 而且是挺狠的啊 我们我们再回归当时那个实锤的那个红头文件啊 呃我特然想起这个事啊 他这里说这样的啊 就是学科培训类机构一律不得上市 上市公司不得从事学科类培训 其实这个呃我觉得这他其实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学科类培训可以但是你是public你是公益的呃 也不能完全公益 但你不能以盈利性为目的去做学科培训 就是说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学科培训其实还是非常赚钱的 但是现在就是国家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吗 就是说如果你学科培训以盈利为目的 那你不就是要赚老百姓的钱吗 对吧 那么老老百姓生孩子不就是有负担了吗 对吧 那么那么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总共就是矛盾的 对吧 那么国家的希望你不要以盈利为目的 但你开这种教培机构 你不以盈利为目的 你以什么为目的呢 对吧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他说这个上市不上市这种 其实他主要目的就是说 你不要以盈利为目的啊 你看到这里这里也说了 已有机构转为非盈利性机构 那那你作为一个教培机构 你不以盈利为目的 你的目的是啥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死胡同 对吧 就是个死结 你解不开的 所以这个我们在 所以这个教培行业基本上就凉凉 对吧 这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怎么 你怎么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呢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管政策怎么样 最后具体实施怎么样 不管你什么扫黄打飞啊 还是怎么着 对吧 你最终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国家有一个目的 你要看明白 你要看明白国家的 透过现象看本字 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对吧 就是养娃 生娃太贵了 对吧 那就不敢生了 那么就意味着你不要再赚老百姓 就是读书的钱了 对吧 不然这个养娃的压力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不管他政策到底是具体怎么执行啊 因为上面有上面有红彤文件下面距离怎么执行 对吧 这个每个每个地方还不一定一样 对吧 那你看湖北这边就开始搞扫黄打飞了 对吧 但不管他以什么措施去执行吧 那就是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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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是那样的 对不对 所以所以你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以这个本质就是说 以后校外培训就不能再赚钱了 简单的就这么说 就不能再赚钱了 不能再赚钱了 那这股票还有希望 这公司还有希望吗 对吧 你就不能做盈利性机构了 对吧 那那你公司的 你开公司本身就是为了赚钱 对吧 那你说你开个公司不赚钱 你的目的是啥 你做慈善机构吗 对吧 所以就这个问题啊 那么现在这个这里呢 就是好未来高途的宣布大财源 对吧 那么他这里说最新一季财报 好未来90%以上的营收 来自中小学教培业务 对不对 是吧 那么基本上就开始大财人了 大财源了 细节大家可以自己看啊 链接我也会贴一下啊 另外再说一句 如果需要加入我们这个 美股讨论群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就是我们有 我们有很多美股讨论的群啊 好我们继续说 那么再关注一下 也是相关的啊 就是说美国的日增确诊 已经将接近10万了 CDC说呢 就是说这个 就算你打了两阵疫苗 完全接种 照样传播新冠啊 但是我觉得这里 它是能传播 其实我觉得这个Delta 包括一些变种吧 它传播能力很强 它隐藏藏在那边 但它致死率没有那么高啊 就现在越来越像流感那种感觉 但是可能比流感还要厉害一点啊 当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你也看着办 反正这我个人的感觉啊 然后他说辉瑞疫苗的效率逐越下降 那么其实基本上好像我听说 包括我听这美国这边的 最近也接触Nurse啊 或者那些medical方面的staff吧 反正也是说接下来要 基本上要打第三针了 就是必须得打第三针啊 所以第三针距离是什么 可能是一样的吧 辉瑞啊什么的 但但也还没完全定吧 但消息说基本上要打第三针了 而且大家也听说了 不是说就是好像拜登有政策说 呃打打疫苗给一百 发一百块钱现金嘛 对吧 是吧啊 就是你不仅你打了 还有一百块钱现金 美元可以拿啊 这个我不知道 如果这个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弄啊 反正如果要打第三针 我肯定也会去打啊 如果有一百美元 那就肯定更好了啊 白拿的啊 好吧 呃那大家现在其实就是说 现在包括大家应该也知道 现在口罩也是强制的 对吧 呃应该 如果你去看那个海外life story 应该有吧 对呃对 就是说像华州啊 包括CDC啊 就是说你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也得戴口罩 恢复口罩令啊 这是美国的情况 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呃游轮股啊 旅游股基本完蛋了 你不要不要再想了 这个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这个疫情啊 看来就是说要再来一波了 美国感觉也守不住了 所以就是买疫苗股吧 啊对 我还是推荐疫苗股啊 呃呃 莫德纳呀 对吧 那个辉瑞啊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NOVAX感觉 就是说现在就是有点不稳定啊 因为他毕竟这个效效果什么的还 呃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得到 就就不是说看不到 就是说呃不是很确定啊 就是说就是到到到底这个效率怎么样 他特别他对Delta变种啊 现在这个Delta变种非常厉害啊 大家如果看这个live story版的话 这里有很多关于这个疫情反弹的那个新闻细节可以去看一下啊 总之疫情股吧 油股呢 我也拿着 这就主要是这样的 这个油价是在涨 对吧 油价也没回调 呃虽然说疫情起来的话会对油价有伤害 但是油价长期来讲肯定是涨的啊 反正negative的消息都已经price in了 对吧 反正我基本上hold的啊 对 现在略有小亏啊 但是我觉得他definance也不错呀 哈 那么这这周财报我也发过几个视频了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亚马逊吧啊 重点还是亚马逊 我估计亚马逊这次是翻车了啊 营收是翻车了啊 那么这里这个标题叫贝索斯上天亚马逊落地啊 那么他第二季度营收达到一百三 1131亿美元增长了27% 但是与一季度同比增长44%的营收增速相比大幅放缓 对吧 那么他今天我们看一下啊 包括这里今天的EDU 呃我们看了一下新东方的话 股票还是呃维持在两块钱以上啊 不容易很不容易啊 还在挺着呢啊 不知道能挺多久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亚马逊今天啊 今天财报出来以后对吧 他是大跌了7.56% 对吧 最低的时候跌到了 应该最低的时候跌到了将近3300块钱啊 呃 现在最低是跌到3306 那么最后收在3327块钱 对吧 盘后稍微涨到3333 哎这个数字还挺激励的啊 三个四个三啊 呃 感觉可能会3000 3300可能会守不住啊 有的有的人说3000 在3000等着 我觉得3000是到不了啊 那么大的盘子了啊 呃 美股的话接下来也不是很乐观啊 整整个大盘的话啊 我们继续看这篇文章啊 嗯 我觉得3300的话可以买个几股 超超呃 我觉得拿着吧 他我我觉得他会长 萎萎一阵一阵啊 就是萎萎一段时间 但是呃 长期来讲还是涨啊 毕竟是呃 美股的泰山北斗啊 就是涨肯定涨 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啊 涨快涨慢的问题啊 好吧 对啊 那么这里细节不不讲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分析啊 那么外界对于亚马逊的不完美成绩 但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7月初呢 就预测亚马逊的第二季成绩 第二季业绩可能可能让华尔街跌破眼镜 呃 理由之一是亚马逊的营业利润 已连续实际低于低于预期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哎呀 这个亚马逊最近呃 给包裹还是给的不错的呀 我我就最近有个新闻啊 顺便提一嘴啊 就是哎 亚马逊的新闻还挺多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呃 一个呢 就是年终啊 对吧 那个review已经结束了 对吧 那么就PIP大潮了啊 感兴趣就可以看一下啊 另外就是有个消息 就是马亚马逊啊 就开始在blind上开始的啊 是blind上开始的啊 就是他说他亚马逊呢 就是说他现在大概涨 呃 大家感兴趣可以点进去啊 就是20%的increase 就薪资涨20% 当然是external hire啊 就是你不内部不涨啊 就是说你现在招人 他就是加大工资在招人 对吧 就是薪资涨了20%啊 就是大力砸钱招人 对吧 就暴力砸钱抢人了啊 呃 其实一个呢 也就是说 亚马本来给的薪水啊 其实 很多人说亚马逊是二线公司 不是一线公司 为什么啊 我这里说要我自己的解释啊 亚马呢 其实开的工资不算少 已经就就没涨 没涨这20%也不少了 这个这这这 这是我敢打包票的 亚马的给的钱绝对 呃 没有不低的啊 呃 挺大的 呃 甚至有的时候不输Facebook这种啊 就是 Facebook应该算是马工界 给的算最最高的 不是 至少是之一吧 呃 然后呃 亚马的主要问题 就是是那个bar 面试的bar有点乱 就是说有的人乱七八糟都能进 就是说不像Facebook 谷歌那样 就是有一套 体系 对吧 就是 蔑视啊 刷题的体系 至少那个你没好好刷的话 是进不去的 但亚马的话 就是这个bar有点乱 就是而且又是PIP啊 内部管理也比较混乱 而且 DevOps这种模式 对吧 就很多公司 呃 就是有专门的Ops 对吧 当然亚马也有一些Ops 但是大部分时候 可能要oncall啊 自己 既当dev 又当tester 又当Ops 反正呃就就把它就名声就下去了嘛 反正就是就是特别是就是如果你这个他面试那个bar就是因为就是林子大了也不好也管理的不好 就是有的有的有的时候特别好进 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个oa就进去了 有的时候呢面是面 呃就是挺难的 然后也不一定进得了 反正 但但总的来说主要是比较缺工比较缺的厉害吧 就是说 疫情的缘故吧 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疫情嘛 就是说很多 比如说那个 f1签证啊 甚至h1b签证就过不来 对吧 就是外外部的美国之外的劳动力啊 他移民现在就就比较难 而且机票也贵啊 就买不起了嘛 现在都那么贵 对吧 反正就是但是呢你付你经济看现在就是负数 对吧 现在旅游都人山人海的 所以这个消费力的增强 对吧 但是移民呢就没有那么多 对吧 包括机票也贵啊 读书的也少啊 那么需求呢确实在恢复 所以公司呢需要人 但是呢招不到人 对吧 就是劳动力少 对吧 那么接下来形势也不好说 我们也说了 dereta要起来了 对不对 是吧 那形势也不好说 我们继续看啊 那么分析师认为呢 与苹果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 本周早先发布的 积极财报相比呢 亚马逊这份低于 预期的业绩显得特别突出 对吧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苹果呀 微软啊都非常给力 谷歌呀 对不对 是非常给力啊 那么他这里说原因有几点 一个是疫情红利消失 电商不乏放 不乏放缓 电商嘛 他就是就跟Facebook Facebook现在就是说 他的用户对吧 已经差不多 还能怎么涨呀 就就就已经到极致了 对不对 是吧 就是很难再涨了 哪有那么多人 而且每个用户能更贡献的 那个revenue啊 他他也是基本上 没有空间在涨了 对不对 每个用户能够 就是说 就是说他 就是一种换算嘛 就是说 呃用户在浏览你的 那个呃网站 对吧 然后产生的 那个广 主要是广告收入吧 那个revenue 那个 那个已经没办法再涨了 对吧 不可能再涨 你再怎么optimize你的广告 那那也也有个 max呀 对吧 总共有一个max 对吧 那个包括用户的数量 也是个也有max 对不对 不能无限的呀 你地球的人口是有限的 对不对 那么电商 我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吧 你这个再怎么涨 你总管有个瓶颈吧 你不能无限涨上去吧 对吧 就这这就是个问题啊 你因为你基本上 已经全球了嘛 对吧 你还能还能怎么涨呀 是吧 所有的全地球给你 呃业务交给你 对吧 那就顶了 对吧啊 啊 说的夸张了一点啊 啊 那么数据上看呢 亚马的电商业务 在2020年 受Q2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么增幅 从Q1的25%提高到49% 对确实是那个 疫情大家都不在店里烧 消费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因为随着疫苗注射率的提升 越来越多人开始恢复 正常生活形态 对吧 然后就开始 就电商业务正常有限 其实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刚才解读了的新闻 就是CDC啊 Delta现在就是复 就是又卷土重来 就疫情又卷土重来了 对吧 那大家又恢复口罩啊 大家又又可能要 又要可能 对电商的业务又有增长了 有可能啊 这个现在就是说 形势非常难判断 对吧 就是说 就美国这个疫情 现在到底会走到哪一种程度 现在都不好说 对吧 包括中国那边也开始 厉害起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趋势上看 这个疫情是要复发的 那么对亚马来说呢 那可能电商 他做电商的吧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是一个positive的一个 可以算positive吧 发疫情财吧 就是说也好吧 那么此外还有prime 其实亚马的prime 那个video啊 我觉得也在 也在尽量在竞争吧 但虽然做的成果 不是特别明显 但看吧 因为视频流媒体这块 还是大家打得挺厉害的啊 那netflix快被干趴下了 对吧 youtube倒是起来了啊 youtube有他的优势 youtube是大家不太一样 他不是那种付费的那种电视 他是 就是大家自由上传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他后来 他其实youtube也在扩展业务 也有一些付费的电影 你可以电视啊 电影你可以看 对吧 甚至还有那种 要会员才能看的那种 就membership 对吧 就就youtube 其实就是 哎 他他那个切入点吧 不太一样 所以所以他这个 本来流量就大 然后他要他要搞那种的话 他要去搞netflix 要搞搞这种就比较好搞 那亚马逊呢 其实是相当于是他本身就有个prime 然后他在搞prime video 对吧 他现在可能还搞什么医疗啊 就是就是什么pharmacy 他也在搞啊 反正其实亚马逊也是在找很多点切录吧 其实亚马也是一个一个的一块 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在在吃掉啊 反正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在吃掉啊 也挺厉害的 我个人对亚马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放心的 我觉得不用担心啊 就是就涨涨 涨的快涨的慢的问题 肯定还是涨啊 那aws的话 对吧 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就是微软的那个 接待那个 那个合同 对吧 后来10年的那个10亿的大合同 对吧 就是被亚马逊告告成功了 对吧 那么也要分一倍根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 但是呢 就是说 AWS毕竟起步早嘛 当时是一家独大 现在的话就慢慢的被微软呀 Google Cloud 在在开始分 对不对 是吧 那么他就是面临着 就是说 尽管是云计算的老将 AWS不断面临后来者居上的挑战 对不对 是吧 特别是本季度 AWS利润率较上季度有所下降 而微软云的利润率 却在持续上升 对吧 所以那actually做的蛮好的 对吧 其实就是说 对AWS的压力也挺大的 老二 现在老二在追赶老大 现在就是说 嗯 AWS有AWS的问题吧 就是说 他本身 当年他刚起来的时候 就是一家独大 起步早嘛 对吧 然后他当时好像虚拟化技术是基于Oracle的 他其实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也在现在一个可能几乎已经完成了去掉Oracle的那个反正做自己的Future License的技术吧 微软的本身有自己的Future License技术反正对吧 就是虚拟化技术 就是虚拟化技术 Technical的东西撇开的话 就是说毕竟怎么说呢 他不可能 因为他当时是起步早嘛 那么现在别的公司现在来了嘛 你也不可能说 他肯定对亚马逊AWS形成挑战的 对不对 是吧 亚马也没有他读到的就是说什么护城河吧 这种东西对吧 就是微软也可以砍价格对吧 就是呃 微软也有他的优势吧 他本身对吧 也有特别企业这块 反正呃 像包括谷歌也有他的优势 所以每个公司都在用自己的公司的优势在在在在搞这个云计算 不过我觉得Oracle Cloud的估计够强 我觉得谷歌的也是下了血本了 我感觉谷歌hire的超过一半的员工都是在Google Cloud 我感觉都在做Google Cloud的砸了那么多钱的 哎谷歌也有钱烧呀 对不对 是吧 呃 反正这三个做音计算的老大各有优势吧 对吧 嗯 所以所以但是就这么一点吧 就AWS就没办法维持他原来那个一家独大的那个局面 没办法 不可能啊 对吧啊 呃 微软和谷歌主要是起步晚了 要早的话还不好说呢啊 哎 说这个也没办法啊 呃 然后这里呢 说呢 就是说那个谷歌呢 Snap Twitter上广告收入晋升 那这个也来源于就是这些小企业小商家开始恢复了 他们需要打广告了啊 所以 广告这块业务呢又好起来了 对吧 啊 我记得当时到疫情的时候 谷歌还允许这个就是说那些广告商免费 投广告 因为可能很多的倒闭了 没钱了 对吧 就是就是你原来是呃 有业务跟谷歌有投放业务的时候 呃 的呃 呃 客户吧 还可以免费投放 反正当时 因为觉得可能有的人没钱了 对吧 反正谷歌这边不放不投放也是 也是也是那个什么 就是就是因为如果你没客户投放 那个谷歌就没没广告业务了嘛 对吧 那那还不如免费给他们也卖个人情嘛 当时也是啊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啊 然后我看一下他总结吧 就是说嗯 亚马逊始终没有偏离贝佐斯一直强调的长期主义 但是同时投资人似乎没有这么多耐心 对吧 那么亚马逊的底盘依旧是非常稳定的 尽管疫情的增长红利消失影响了其电子电商业务的想象力 但是呢 根据这个eMarketer的那个数据呢 今年美国消费者将在亚马逊上消费3670亿美元 较2020年增长15.3%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啊 亚马逊的在所有在线支付支出中所占的份额40.4% 这个基本上超过了排在期后面的9家竞争对手的总和 基本无人能看懂 现在买东西基本上都亚马逊 我如果在网上买的话 基本上是买亚马对吧 放心啊 对吧啊 其实像沃尔玛呀 或者什么都没办法跟亚马竞争 这真的就是差距越拉越越拉越远 基本上亚马在电商这块基本上霸主 基本上没 现在还有哪个公司能能跟亚马逗呢 对吧啊 啊 那我们这个亚马解读完了 另外顺便讲一下那个paypal paypal那个财报大失所望啊 跌了不少啊 细节不讲了啊 paypal反正也是 呃怎么说呢 感觉一个就是 昨日黄花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就是就是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就一个老人一样 就是呃 木就是就是西洋西洋公司吧 或者就是这么这么个意思感觉啊 呃 反正你买paypal的话 我还是建议 其实我我一般不不建议买这种西洋公司 我觉得你买就买那种向上的 对吧 新的就是蒸蒸日上的那种 对吧 前途你买的是前景呀 这个paypal还有什么空间呀 对吧 是吧 啊 呃 最后讲一下amd啊 呃 amd真的就是屎高 又是屎高 你我们看一下amd这个我是卖早有点卖早了 我是97块钱全部出掉了啊 结果在今天又拉了一根阳线连涨三四天财报以后是涨了多少连涨至少三天了吧啊 一路飙到106了 这这个这个太猛了啊 这个这个实在是太猛了啊 呃 就是我觉得不至于这么涨 没得没得再涨了 我觉得我等回调了啊 我觉得这个肯定得回调了 你不是不是说他不是个好公司 他是个好公司 但是总不能这么个涨法吧 今天一天就涨了 这么今天一天呃 过去五天五天涨了百分之十五点几啊 是吧 这你再好的公司你也不能不可能连着涨呀 那么你对吧 是吧 总共要回调的 回调就买路吧啊 所以这个啊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 这个如果你amd还拿着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抛了啊 呃 应该有个回调啊 呃 反正回 我觉得回调到90块钱以下90块钱就可以买路了啊 对 我觉得应该能回调到90块钱啊 呃 你可以设高点 比如95块钱就开始买路了啊 我 至少我觉得涨长期肯定还是涨的 但我觉得短期短期得有一波回调回调吧 特别是 亚马 这个财报不好的话 对大盘也有影响 其实今天大盘spy是跌的 对不对 是吧 这个这个amd 我觉得我知道他财报好 但是 但他也不能这么个长法呀 对吧 哪有的老长的呀 总管得回调的啊 好 那我们下周再见啊